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东西可以补充我们平常比较少摄取的纤维素 这个是半个牺牲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超市买一个大概四五十块 我们就随意的用手锅 请毛毛来帮我的忙 这个我们这边没有洗手台 那各位朋友在家里就可以 在洗手台这样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个三分钟 这个农药通常就可以冲掉了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牺牲菜 它有一个比较多水分的这种爽口的感觉 也可以泡在清水 那这个时候泡的时候就记得用矿泉水来泡 那它就泡个两个小时 吃起来就觉得很有水分 这个是黄椒跟红椒 切法也是很简单 可以先把它对拌 那大家可以看到 红椒里面有这个像这个地方是气室 如果要招待客人的话 记得这个地方都要剥除干净 比较好看 那在切的时候要记得 因为它有弧度 而且这个青椒黄椒红椒的这一面是比较光滑的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切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光滑 我们就可以用刀切出你想要的形状 我们简单切一下就可以了 看是要多细多粗 你喜欢就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切成条状的黄椒和红椒 这样就切好了 这是我们的爱的结晶 不好意思 其实因为做菜的时候是这个我们感情更融洽的时候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小黄瓜的部分 它吃起来口感很清脆 这个切片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用斜刀 因为斜刀的话我们可以切得比较有透明的感觉 切薄一点有透明的感觉 就会觉得感觉很可口的样子 如果是一人份的话大概一半半条的小黄瓜就够了 如果喜欢多吃一点也是可以一整条都把它切开 好这是我们的小黄瓜 好我们刚刚把这些都切完之后 最后一道是来装点颜色的纸糕粒菜 那我们今天使用也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可以切大概十分之一颗的这个纸糕粒 那记得哦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用刮刀来爆出它的丝 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有一个角度 那等一下我们在用刮刀在刮的时候 用这样刮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大家不要以为刮刀只是用来削苹果 我们在做一些菜的刀工上面 也可以用刮刀创造出非常有特色的菜的形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妈妈已经把用刮刀 把这个漂亮的纸糕粒的形状做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去过厨房厨房指数是零的话 这道菜可以是你踏进厨房的第一步 那请妈妈来帮我摆盘一下 体积最大的牺牲菜呢就把它放在最下面 第二个步骤呢是放黄椒红椒 我们请妈妈帮我放一下 这个招待客人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道菜 那我同时也把小黄瓜也放上去了 那摆盘有一个技巧就是不能摆太多 让它知道我的暗示就好了 因为太多的话反而会显得太涌起这样子 摆盘的时候最后这个直高粒啊 我们就用撒的 因为摆盘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立体的感觉 看起来会觉得很专业的 很像是外面在卖一样 像富士山这样上去 我们可以用葡萄干 葡萄干这个也是很好的坚果类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带甜味 就把它撒上去 把它稍微摆得立体 看起来就非常可口美味 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好做好吃美味的 转拔七彩霓虹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